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甲乙两人分别至AB两地相向而行 乙至甲每小时走三公里 乙每小时走公里 当乙走到两地的终点 假设全程是X 那这个就是二分之X 二分之X 终点的时候 这个与甲相距六公里 甲车跑到这里 那这里也是六公里 那甲的速度 它的速度是五公里 这个每小时 那甲它速度是三公里每小时 也就是说 那个同一时间的话 甲车的距离是乙的五分之三倍 那现在呢 所以这个应该多少呢 应该就是五分之三 乘以多少 乘以二分之X 因为它走的距离是它的五分之三倍 那这样全部是X 所以X 就是减掉多少呢 减掉这两段 是等于六公里 就是五分之三 乘以二分之X 加上二分之X 这个是等于六公里 那这二分之X可以抽出来 所以X 减掉二分之X 乘以多少 五分之三加一 就是五分之八 这是等于六 二 二四得八 一结他五分之四 叫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X等于六 那X等于多少呢 六三十 也就是全程是三十公里 好 那他们说 折甲从AD走到VD的话 需要多少公里 那全程是三十 所以这个时间是多少 全程三十 然后甲的话 每小时走三公里 除以三 所以要走十小时 十小时 所以这一题 应该要选D 十小时 已经到处了 小时 有新的